這家位在桃園的食品廠 專作烘焙半成品 也就是協助其他食品或是餐飲業者 省去調製攪拌揉麵糰 或是初步烘烤等等的前置作業 七十多歲的創辦人曾鳴 從小就投入烘焙產業 從麵包學徒開始做起 自己創業後靠著一台麵包銷售車 打出名號 而歷經多次轉型之後 他發覺烘焙市場人力年年短缺 而多數業者追求的試效率 也因此專注投入麵包、蛋糕和餅皮 等烘焙相關的半成品製作 進一步外銷到美國、加拿大等國 而現在早餐店裡頭 大家常吃到的乳酪餅就是他的首創 搶下全台超過七成 試占率 經過烤箱加溫 平整的乳酪餅逐漸膨脹 變得又香又酥脆 加進蔬菜、培根和煎蛋 簡單美味的早餐就可上桌 乳酪餅 它是使用烘焙類的那個果油類的麵團 去我們創辦人他去發想出來的一個 無中生有的一個商品 那轉變到現在的話 早餐市場它可以把它做成 鹹甜的話、種類的話 就可以做出十多種的變化 首創乳酪餅的食品廠 不僅靠著這位打進早餐市場 搶下全台超過七成的試占率 他們更是許多美食品牌的得力助手 靠著他們所製作的烘焙飯成品 不需要從最一開始的攪拌 揉麵團做起 省去不少人力和時間成本 國內外許多連鎖賣場和超市 也都是他們的客戶 多台攪拌機同時運作 大批大批的海綿蛋糕 半成品正在趕工中 這半成品它的製作過程 跟一般的成品 馬上要給消費者吃的產品 是不一樣的 它可能在水分的控制 還有它的油粉的比例 蛋的比例要特別的注意 要不然它的半成品製作出來之後 會造成比較容易 蛋糕體會比較容易乾 那個麵皮會比較沒有濕潤度 與製作烘焙成品不同 半成品可說是另一門專業 原料比例跟烘烤時間 都得經過研發計算 精準拿捏 例如在烤別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讓它烤到全熟 會控制在九分熟左右 讓它保持一些水分 在冷凍之後 還有一些濕潤度 這是我爸爸他全台灣 第一個開發的家庭號起酥蛋糕 當時造成量飯店一個非常大的風刺 幾乎市面上所看到的家庭號起酥蛋糕 都是由我們公司開發的 綿密鬆軟的海綿蛋糕 穿上酥皮外衣 變身家庭號起酥蛋糕半成品 當初食品廠創辦人曾鳴 是第一個推出 早期做的都是一公斤半的 我做的是一公斤的 我做的是比較薄 那個一公斤半的 它一次要烤了九十分鐘 我那個一公斤的才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就可以了 我最多的時候光吃那一條 一天要兩天兩萬多個 年過古希的曾鳴 本身就是烘焙師父出身 擁有超過五十年的經驗 早期他家境清寒 連學費都繳不起 因此初中念了一半 就去當麵包學徒 學個一技之長 早期我們那個年代 老闆要讓我們學習 要請我們就已經不錯了 我剛學徒的時候 一歸一歹賺八十塊 師父早期滿嚴格 我們在學工作 如果不認真學 或者說不按照他的規定來 有時候就常常動不動就 頭上就把他敲下去 一敲下去有時候 眼淚就是喊著 不敢哭出來 或許就是岩師出高圖 加上他比別人加倍努力 年紀輕輕成功開了 自己的麵包店與麵包車 開麵包店的時候有一天 在路上我就看到一個人 他是整袋的麵包 很多箱 二三十箱 下班時間 一下子差不多一個小時左右 大概有三四十箱的麵包 一下子就全部賣光了 後來回來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整天才賣了一兩萬多塊 他一下子還不到一個小時 頂多是一個小時 我把它算一算 可能就有一萬一兩萬塊 當時他果斷把麵包店轉型麵包車 果然切中消費者需求 曾經一台麵包車開出去 不到兩小時一車進萬元的麵包就賣光光 那個時候光是司機就二十幾個 我最多的時候我記得是二十一部的車子 那員工那個時候是日夜在做的 一般就三十幾個 不過後來80 90年代 台股破萬點全民封股市 根本沒人要當麵包車司機 他被迫再次轉型成為學校和工廠福利社的麵包供應商 合作超過140家 他不僅隨機應變能力超群 更是能夠搶佔先機 三四十年前便大刀闊斧 引進自動化機器協助生產 那時可說是比許多大型食品廠都還抽籤部署 現在你看到的是全台灣第一台生產蛋塔的機械 在二十年前在蛋塔蜂巢還沒開始的時候 我們公司就已經引進了 一般你做一個蛋塔 你從攪拌開始攪拌完 分割醒面整形 然後再揉捏成形之後 蛋塔液要另外再做一個攪拌調配 然後再沖田到這個蛋塔皮裡面去做烤焙出來 才是一個完整的蛋塔 那我們已經幫這個麵包店 烘焙店省去前面的製作 那時候盛況空前 蛋塔 很多明星開蛋塔店 都直接到公司門口來等貨出去這樣子 正當事業如日中天時 沒想到卻遭廠商倒債兩千多萬 讓曾鳴差點就要離開食品業 最後他決定第三次轉型 專注投入烘焙半成品的研發與代工 乳酪餅也是我父親 他這一個無意間他去巴西旅遊的時候 發現南美洲他們大量的使用乳酪 在這個烘焙的食品裡面 然後他把這樣的原物料帶回來臺灣 運用我們臺灣特色的一個一個麵團 然後加工做成這個乳酪餅也是臺灣首創的 光是乳酪餅每天就得產出約四點三萬張 他們的烘焙半成品便利有多樣性的優勢 受到其他烘焙業者以及大賣場 五星飯店等客戶青睞 我們一開始是從賣場的代工 從他的一些冷凍麵團開始做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有切入到早餐 就像剛剛所講的那個乳酪餅的部分 還有一些冷凍的麵包 最近這一兩三年我們開始幫那個一些餐飲 連鎖餐飲的部分 我們也開始幫他做一些冷凍的餐用的一些麵包 甚至一些餐用的一些派皮 現在曾鳴的兩個兒子 返家成為他的好幫手一同打拚 烘焙這個半成品未來的空間是非常大的 因為人才的短缺的問題 然後加上這個很多傳統的這個食品 他是沒辦法完全的自動化 幫他們省一些工 然後讓他們可以很快的拿到這個半成品 然後去做一些發揮跟研發這樣子 成就一道美食 幕後推手可不少 現金市場講求效率 半成品需求逐步增加 他們站穩腳步繼續開拓新商機